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爱追剧 自《亲爱的热爱》的播出之后 男主角李现迅速在网络走红 成为大家的现男友,走进大家的视线 在7月份,李现喜提了71次的微博热搜 她的微博粉丝从以前的200万飙升至1800万 可以说,7月的演艺圈是李现的 但在这其中,也有不少的网友质疑她 在《亲爱的热爱》的这部剧当中演技非常的差 有网友甚至指出,她看似火了 实则是背后团队炒作的结果 并要求杨天真工作室停止对其的炒作营销 那么,现男友到底是演技派还是炒作派? 今天跟大家排一下 面对李现一夜爆火的问题 搭档杨子力挺李现 她在采访中提到,李现其实并没有一下子火呀 因为她在大学4年一直努力的上了专业课 后面也在不断的拍戏 现在只是因为一部剧把她带到大家面前而已 这次的成功是她自己努力的结果 对待剧本台词认真的程度 连她都不敢跟李现开玩笑 李现是杨子见过的非常认真的年轻男孩 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现男友的爆火,其实是日积月累的沉淀罢了 李现曾在采访中说到 觉得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 面对负面的评论,解释一次就够了 剩下的都交给时间 的确,无法承担误解的表达者注定是没有张力的 如何去消解矛盾,或者如何与矛盾共处 甚至享受矛盾,这不正是演员所带给观众最重要的展示之一吗 下面,爱之剧给大家分析一下李现的成功秘诀 在采访当中,李现一直提到一个词 叫做方法派 她说自己是一个像阿发购一样的方法派演员 需要大量的去吸收各种不同知识 表达角色所想 不喜欢给自己设限 尝试不同的角色 采摩不同人的生活 这大概也是她保护的原因之一 李现的第一部个人代表作《万箭穿星》 在豆瓣评分上高达8.6 她在剧中扮演的儿子小宝 一个因为父亲早逝 而对母亲充满怨恨 沉闷内敛的少年 这个角色受到了圈内人士的认和 在这部剧的采访当中 李现提到她最喜欢的一场戏 是与严炳燕老师的对手戏 为什么呢 因为与前辈的对戏学到了太多东西 不知道看过这部剧的大家是否还记得 严炳燕前辈在戏里举报了自己的丈夫 看着警车离开 回过头来一滴眼泪流下来的名场面 在拍完第一部文艺片之后 李现继续尝试了更多不同题材的角色 在悬疑行政网络剧《勤明法一》里 她饰演了林涛 在《合神》里 她扮演的男主角郭德友 又给予观众另一种味道 她的才能甚至被《练曲1980》的导演梅峰所认可 导演梅峰在说到选演员的时候 第一次见到了李现就决定不见别人了 李现所扮演的角色身上 有她想找的斯文器 其实大家所喜欢的李现 还是拍戏的拼命三郎 为了出演《合神》里大量的潜水戏 她还考了潜水高级证书 并因此爱上了极限运动 在拍戏的过程当中 李现很少使用替身 因此在《剑王朝》的拍摄下 她落下了腰部的顽疾 在这个流行担当 甚至还可以贴图拍戏的年代 她这种既拼命三郎 又具有匠人精神的职业素质 值得大家喜爱 离作品近一点 离演员远一点 这是她的一种态度 七月已经过去 李现的热度也有所回落 但她的路还在继续 让我们一起期待她的下一部电影 今天的爱追剧就到这里 喜欢爱追剧的朋友 记得关注我们哟